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弯箱2.1 前两天给大家发了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的只有文身视频 官方这边的一直没有新的更新啊 所以我就说网上又找了一下 这个工具呢是其他人做的 然后呢他有这个文身视频啊 也有这个土生视频 而且做了一定的优化啊 这个版本还是不错的 这个他这个版本比较大 76.2G 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他把这个所有的模型全部打到包里面 我本来是想删一点 但是后来考虑一下 还是都给大家留下了 反正你留下之后呢 你就所有都能用 根据你电脑的情况 然后来选择就行了 那么我们看今天的工具 他这个启动文件在这儿 这个大家需要找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使用界面 那描述词 这个大家自己写啊 这个他没带那个 可以自动扩展这个提示词的那个工具啊 所以大家需要自己去想办法 自己编写 或者是拿其他的工具去扩展 然后是模型 四个模型都带了 所以体积非常的大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我们选第一个 模型的进度呢 呃一个是BF16 FP8 这个根据大家情况来选就行了 因为他这个都有问号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 你的这个配置不太好的话 你就选择一个FP8 我这边就选择一个16啊 16能跑动 推理 加速策略 这个他也有说明 第一个这个呢 是需要30系显卡啊 30系以上的 那么选这个 如果你是30系以下的 你就选这个 优化等级也是啊 这个优化数字越大 数字越大呢 显存的占用越大 那我们要优化的肯定是显存嘛 所以这个就 他默认就选了0 这种情况是优化最好的 下面这些的话 应该是不用改了 对于咱们文身视频来说 这下面的东西都不用 然后直接点开始啊 好这边运行了啊 大家看到这个 进度条已经出来了 那么需要的时间呢 大概是10分钟左右 因为前面跑了两分钟了 还有8分钟 那么差不多是10分钟左右 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然后这个显存的话 4.3 差不多4G左右 所以这个优化呢 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这个结果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好完了啊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个是视频 视频应该没什么问题 它就可以了 它这个文身视频的效果还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图身视频 图身视频的话 一个是480 一个720 我们选480 模型也不用改 因为我这边够用 大家不够用的话 你就那个选下面这个 然后我们选一张图 参考图 随便选一张 就这个人 然后来给大家跑一下 点一下 那么图身视频的话 我这边没法给大家看结果 因为这个需要的时间 实在是太长了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时间 大家看到这个进度条了 等了差不多得半个小时吧 然后进度条出来了 那么需要的时间 6个小时 零5分钟 非常的长 这个也是我上一个视频 我说只给大家做文身视频 没有做图身视频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 哪怕这个是经过优化的 那么这个时间我想 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至于资源的占用 给大家看一下 资源的占用还可以 大家看到了 这个显存的占用 差不多10G左右 显存还可以 但是内存的占用 大家看我这个内存 32G的内存满了 还是大家自己看吧 这个数据在这摆着 这个图身视频 说实话意义不大 因为哪怕你就算是4.90 这个时间可能会少一点 但是少多少 我觉得也少不了多少 最好是等官方出了 这个加速模型之后 然后我再来给大家更新 这个图身视频这一块 大概情况就这样 好我们今天就得先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下来自己尝试一下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